出惨重代价之后 一面频频向中国发送和解信号 一面试图对中国进行反制 迫使中国放弃惩戒措施 然而 澳大利亚的这种疯狂行径 非但没能换来中国反制力度的减弱 反而给美国病毒入境创造机会 据环球网报道 根据美海军陆战队所发布的一份声明显示 日前 抵达澳大利亚的一名海军陆战队员 被检测出感染新冠病毒 证明被确诊士兵在抵澳之前 在做检测的时候呈阴性 刚刚抵达澳大利亚后就被确诊 随着美澳两国军事合作关系的加深 两国今年还将举行一系列的联合军演 这对澳大利亚国内的防疫形势而言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更要命的是 美军当下已成为疫情重灾区 截至目前 美国包括海陆军 海军陆战队和国民警卫队 累计确诊感染新冠肺炎的病例 已达到15万例 但今年前往澳大利亚的美军轮替部队 仍将恢复到满员状态 这就意味着 随着美军陆续抵澳 两国联合军演的逐步展开 美国病毒在澳大利亚蔓延 是迟早的事情 此前日本疫情之所以会再度爆发 在很大程度上 就是驻日美军输入病例太多 引发美军基地周边城镇大规模感染 此次有福澳海军陆战队士兵被确诊 对澳大利亚而言绝对不是个好消息 如果堪培拉当局继续与美军展开军演 结果还真有可能会步日本的后尘 因美国病毒的输入而导致疫情大爆发 澳大利亚现如今的处境非常不乐观 除了美国病毒输入外 同时还要承受来自中国继续的反制 自去年以来 澳大利亚包括小麦 葡萄酒 木材 肉类制品 以及煤炭在内的大批商品 都因为被中国市场拘之门外而滞销 然而 澳大利亚非但不思悔改 反而变本加厉 导致中澳关系丝毫没有任何缓解的迹象 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仍需为自己极端的对华政策付出代价 日前中国教育部发出 2021年的第一号留学预警令 就直指澳大利亚 该预警令警告称 澳大利亚袭击中国留学生案件众多 建议中国留学生谨慎选择赴澳学习 数量众多的中国留学生 是澳大利亚教育行业的主要收入来源 此前受中澳关系持续恶化的影响 中国赴澳留学的学生大幅减少 澳大利亚教育界人员发出警告 长此下去 澳大利亚的大学将会被挤出 世界百所名校的行列 中国在反制澳大利亚方面继续加码 当下已经给该国相关业界造成重大损失 随着中国教育部警告令的发出 澳大利亚的教育界也将面临一场霜动 尽管澳方仍在积极寻求其他市场 以减少在贸易旅游和留学等方面 对中国的依赖 但是放眼天下 除了中国之外 其他国家或者地区都加起来 也无法解决澳大利亚当前所面临的难题 中澳关系改善遥遥无期 澳大利亚未来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 极具讽刺意味的 澳大利亚积极冲刀 美国遏制中国的炮灰 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结果所换来的却是美国病毒 随着美澳军事合作关系的升温 而趁虚而入 澳大利亚有可能重蹈日本的覆辙 成为美国病毒的另一个受害者 现如今 中国针对澳大利亚的反制继续加码 让该国相关业界的损失进一步扩大 美国病毒的输入 无疑又会给澳大利亚 在疫情防控方面增加更大的压力 本来就苦苦挣扎的澳大利亚 处境就更是雪上加霜 阿元的头条所谓底下 黄阿元请你点开 可以更了解 还有可以更了解中华卫视 那么这一期我们还是要来聊 这个疫灾 那么全球光这个新冠病毒 有将近一亿多人 死亡也有几千万人 两千多万 那么整个地球好像停顿一样 大家都不敢互相往来 商业基本大家都是minus 日子都过得很艰辛 旅游业也基本都在停顿当中 那么新冠病毒 这个病毒变种的很厉害 大家在新闻里面 大家都知道 有什么欧洲 英国病毒 南非病毒 开始到亚洲 中国 日本 韩国 台湾 包括香港 那么这个病毒 这个一变种以后 它这个传染力更高 之外 那么最近 英国的金融时报 还有印度的官方媒体 说更比新冠病毒更为可怕的 一种传染病 更厉害的一个病毒 叫利百病毒 将期待 这个新冠 为什么 这个利百病毒 在这个WHO 这个卫生专家 包括一些国际媒体 特别我这几天 也特别注意到台湾的一些 这个防疫专家 还有一些媒体 一些民嘴 都提到 说这个杀伤力更可怕 2021年 不乐观 牛年 搞不好 比鼠年还更惨 死亡率 75% 感染力 要比新冠 传得更快 目前英国 已经有发现 大概17例死亡病例了 那么印度更严重 这个内地 中国大陆 也有发现 有这个病毒 那么南非 还有一个非洲 都已经有这个利百病毒 来出现 所以让这个WHO 四位组织 大家非常的 警惕 并且也警告 希望 每一个国家 要特别的 除了新冠以外 还要特别的注意 这个利百病毒 特别利百病毒的 这个死亡率达到 75% 这个是很可怕的 等于染上了 基本 百分之75 肯定没有要救 目前 他的疫苗也没有 还查不出 到底是什么原因 是什么病毒产生的 也有印度的官媒 说他是这个蝙蝠啊 又是蝙蝠 这个蝙蝠啊 讨厌 一谈到病毒啊 都跟他有关系 或者是像 那SARS叫果子梨吧 这一些吃这个 这个所谓的 也为了人啊 要特别小心 那么 这个利百病毒 很有可能会期待 新冠病毒 所以新冠病毒死亡率 他达不到 百分之 大概两% 三% 高的地气 也高不过5% 那么这个利百病毒 是75% 目前没有 也没有 也不知道 他的病因是从何来 阿源在这里还是要 为什么还要 跟大家做报告 因为我认为 这个信息非常的重要 希望我们头条的好朋友 还有台湾的老乡们 大家要注意这个病毒 大家要有预防 预防的这种意识 少去群记的地方 少吃一些野生的动物 要注意卫生 一定要戴口罩 没什么事 就不要乱窜 在公共场合 要跟人保持一定距离 这是保护自己的安全 牛年来了 新年也来了 一定要健康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阿源在这里祝愿 大家都平平安安 好 这一期节目 我们聊到这 好多话 给阿源点个关注 加盟粉丝 或者是点个赞 感恩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安国人 我们是打假汉匠 然后今天是出事 也是这个迎接财神的日子 那我相信今天非常多人 就去买瓜瓜乐 或者是去买乐透 也祝福大家都能中奖 然后也祝福大家发大财 新年快乐 但是讲到这个出事 大家可能都会怎么样 有一个相关语 就是出事 也就是发生事情 跟那种出事 那今天这个出事 完全可以套用在 这个民进党立委 而且韩国人要重重打爆这些狗脸 那为什么韩国人能打爆他们脸 也就是因为这几天 台湾又发生了一个非常让韩国人 真的觉得无言到了极点 可恶自己的事情 也就是台湾又开始掀起 到底要不要中国大陆疫苗的风波 那这风波为什么掀起来 也就是因为马英九前几天 因为有谈到 可以做这三点 我直接念绿美的新闻 要不然决心又不相信 对不对 我就直接念绿美新闻最快了嘛 那哪三点呢 第一他呼吁蔡同学啊 还有这个什么 苏贞昌啊 陈时台啊 不要再将新冠肺炎 称呼为五叉肺炎 这很合理啊 因为现在全世界 真的只有台湾 真的low到不行 连拜登都已经明文规定不准 其实各位 我们并不是说 这个称呼怎么样 怎么样要去管理 并不是 而是今天WHO就已经讲了嘛 我们不要用地域性来去做一个命名 而且今天WHO也很清楚 不断的再去 除了去武汉探查 他现在也找不到 这个武汉就是起始点啊 像这几天又突然又流出一堆新闻 然后绿营又在那间列欣喜 说这个武汉 哇 早就有非常多种这种新冠的这个序列 这我不管啊 我只要知道到底起始点 原点在哪里就好了 但是WHO现在完全 其实是没有任何答案的 因为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 尤其美国啊 尤其一些西方的国家 可能要让WHO真的进去探查的意愿 可能还不高 但是这些国家都不会被骂 没办法啊 中国大陆水小 没有台湾价值 没有民主价值 可怜啊 对不对 然后啊 马英九又讲了第二点啊 这个台湾在十一年前 有和中国大陆签订 海峡两岸医疗卫生合作协议啊 当中有一张特别在讲防疫传染病 马英九也呼吁尽快推动 很合理啊 也没怎么样 然后第三 也就是这次的重点 他说啊 如果啊 中国大陆提供疫苗的话 不要马上拒绝 哇 哇 这句话糟糕怎么样 哇 完全把台湾价值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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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进党马上 建立的兴起 全部都怎么样 尤其这种仇宗大将王定宇啊 马上出来啊 当马前卒要开始开干了 然后王定宇就怒呛啊 养老鼠咬布袋啊 讲简单就怎么样 内奸吗 还内贼之类的 大概就是这种用意啊 然后内文也写得非常清楚啊 这个民进党立委王定宇啊 在脸书开呛 讲说马英九会替中国大陆要求台湾证明 却不成对中共在国际打压台湾时说重话 不断无视中国疫苗的挟持 更无视台湾早在国民党执政 就立法延禁中国疫苗的进口 什么叫台湾不能拒绝 其实你看绿营讲的话 基本上跟马英九讲的话完全没有搭嘎啊 其实王定宇你到底在回应什么鬼啊 你的回应里面就只有两个字 仇宗就这样而已啊 你的两个就只是要告诉台湾人民啊 这个人舔宗 这个人舔共 就这样而已啊 讲那么一大拳还讲这个什么 养老鼠咬户带干嘛 民进党整天就只有这种把戏嘛 他说在国民党时期就立法延禁中国疫苗进口 请问一下 好我们照他逻辑 我先不查证他讲的对不对 有人可以查证在下方帮我留言 我们先照着他逻辑去走 请问一下国民党有立法延禁新冠疫苗进来吗 所以这个就骗子嘛 真的是民进党他要骗人 真的不会台独分子耶 这种人你干嘛还要过年 王定宇你现在应该不是要骂马英九耶 你现在应该是要立法赶快把过年删掉 你怎么可以过中国人的年呢 你到底在想什么啊 而且你讲这一堆 你说这么替中国要求台湾 什么叫替中国要求台湾 现在台湾大家尤其对于指挥中心 整天一直怎么样 新闻韩文之类都给大家看过 从上一年就已经说我们疫苗到手 结果后来又找不到 后来又这个又变卦了 一直变卦一直变卦一直变卦 台湾人就开始觉得怎么样 到底在干嘛 在骗我们吗 然后整天看新闻说我们台湾的疫苗准备要做出来 结果到现在请问做出来了吗 人民今天是质疑这个人民根本不在乎 到底是哪一个地方过来的疫苗 只有你们一直在那炒作说人家疫苗很糟 所以我们要进口这个国外的 大陆疫苗那么糟 为什么那么多国家要跟大陆要 我不懂 请你给我一个逻辑好不好 那你说大陆疫苗差 那我们的疫苗咧 我们为什么做不出来 你有脸批评别人自己又做不到 这就是民进党嘛 双重标准嘛 人家现在疫苗全世界基本上都已经很多 要跟中国大陆接洽 韩国人都已经跟大家讲过一堆数据资料 你王定宇你会不知道吗 你这种人当立委啊 然后今天太好了 大年出事也是刚好打脸王定宇出事的一个time 也就是王定宇还表示 中共的疫苗国际上都已经有共识 如同法国总统讲的这个马控说 这个没有科学证据证明中国疫苗可靠 这样贸然注射会导致灾难 但是定宇兄 你们不是长期就像你们这阵子怎么样护瘦肉精的 你们一直说要看科学 一直要看科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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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那么多的国家用中国大陆的疫苗 难道他们没有科学的人才吗 你们今天就是不看着科学在讲话 你们只是用着自己意识形态 还敢叫人家用着科学的角度 不看瘦肉精 你们放毒可以台湾人吃 台湾人都还没跟你算账 还在那担心说大陆的疫苗 还在那骂马英九对于这个疫苗的问题 你们好棒喔 给台湾人进来克多巴胺的美猪 然后还可以讲这种狗屁话 然后当时我韩国人也讲过了 AIT都已经证实 当时答应这个美牛的也是阿扁 然后马英九虽小背锅 这个陈水扁自己都证实过的事情了 韩国人就讲过 我们都是看事实去论述 今天你坚持对的 你今天坚持理性的 绝对会有好报 今天王定宇说马克宏 也就是民进党 也就是这些绿媒一直讲的论调 因为马克宏一讲说 哇这个数据太少啦 很怕这个大家打中国大陆疫苗 怕会发生事情啦 本来是马克宏的原意 而且人家也没有去批评 而且跟你王定宇 在那鬼扯说 国际上都有共识 哪来的共识 现在共识就是怎么样 很多国要跟中国